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 佛教正教同修会 郑爵教育基金会 今天在桃园市平整区新市国小举办选中送太活动 为独居弱市长者特困低收入户籍清寒户家庭等送上及时的资助与关怀 今年桃园市共家会38里320户里民捐赠金额共48万元 正教不仅给予困苦民众实质的金钱资助 更以具社会教育宣导的话剧演出和心灵开导 藉由佛法的滋润教育来引导收助护为自己的生命 打开另一扇宽阔的视窗 联合颁赠活动中 由正学义工自导自演的短剧梁祝星说 以寓教娱乐和诙谐方式提醒民众黑心宗教惯用的欺瞒手段 欲请大家避免遭受遏制团体 以宗教名义进行骗财骗色的伤害 不要悟性双修轻易和教主上床 要能懂得自保与互助 社会才能进化且安全 会议中 佛教正教同修会理事长陆大元 正觉教育基金会总干事兼执行长程正贤 致赠每名1500元的红包 让在地的弱势家庭朋友能开心过好年 有些凭控民众因工作因素或行动不便或握并在床的 正觉义工们在里长的陪同协助下到宅慰问并赠送红包 正觉雪中送炭活动已是第六年举办 至今全台售会人数已有22888人次 送出金额达2740余万元 正觉两会从未对外募款 也没有财团支持一切红法立生所需的金 费全部来自两会学员与会员的小额捐献 除了推广佛法及社会教育 更投入及难救助正在捐款 以及中小学清寒优秀奖助雪金等公益活动